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戴好安全帽 轻松加速向前 这不是在展示电动机车 其实这还是一辆电动自行车 但是重点不在于电动机车 还是电动自行车 而在于装在内部的超级电容 简称超龙 发电让车行驶的最重要基建 这是有一位现年64岁 没有显赫学历 无师自通的发明家张勋 号称最新研发成功 具有充电超快续航力高 利用动力就可以自行在充电 不用经常充电的超级电容 而附挂在车上检测电容量的 仪器数据显示 骑乘后的电容量不减反增 张勋强调 这就是利用动力能源回收 利用四个步骤达成的这项目标 也强调他研发的超龙组成物 不同于一般电池或电容 强烈碰撞也非常不容易爆炸 可以燃烧几乎零污染 也就是把它归纳起来 动力能源回收利用 就是这个道理 就产生一个循环的塞口 所以说基于在这一方面的 这个它是可燃物 它可以去烧 它完全没有污染 让整个地球呢 能够达到这个绿色能源 透过好朋友的介绍 亲自来了解 并且是其可以利用动能在快速充电的超级电容 装在电动自行车上产生电力 动力输出 驰骋快感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也是哲哲称奇 并且认为如果未来可以量产在电动机车 甚至是电动汽车上 将可以为民众提高生活便利性 以及环境保护的功能 就是这个电动机车用一个操容的概念 就是等于是动力 我们在行驶的这个 这个等于应该说现在进行式的整个动力 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 回收再利用 这所谓的这个循环塞口 我觉得这个概念蛮好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是环保嘛 环境保护 那也就是可以尽量不充电的状况下 能够就是说研发这个机车 方便我们的这些居民 那谢谢教授 这个因为很专业我也不太会讲 所以谢谢教授你的研发 希望说未来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社会能够尽量环保 对于可能来自于外界 针对他研发出超级电容的质疑 发明家张勋子表示 欢迎指教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